第18题 学生小萱将500毫升0.1m的氯化钾和500毫升0.1m的点化钠溶液 加入0.1m的硝酸银溶液1000毫升中 氯化钾是可溶性的眼类 它在溶液中会完全解离产生钾离子还有氯离子 点化钠也会完全解离产生钠离子跟点离子 而硝酸银会完全解离产生银离子还有硝酸梗 混合以后观察到溶液出现了白色沉淀与黄色沉淀 这是因为氯离子遇上银离子会产生氯化银是白色的沉淀 这时候会把溶液中大量的氯离子消耗掉 还有银离子消耗掉 接着它说还能看到黄色沉淀 这是点离子遇上银离子产生的点化银沉淀 所以大量的银离子还有点离子从溶液中消耗掉 要问达溶解平衡时哪些正确 A选项钠离子浓度和点离子浓度 它们都是由点化钠解离出来的 刚解离出来的时候浓度确实一样 只是点离子接着会和银离子形成沉淀 让浓度下降 所以钠离子浓度应该会远大于点离子浓度 A选项是错的 并选项点离子浓度和绿离子浓度 这两个离子都是会形成沉淀的 它们的浓度都很低 达溶解平衡时会符合KSP的关系 点化银的KSP看的是这个反应式 AGI解离产生AG症还有I负 KSP写成银离子浓度乘一点离子浓度 绿化银的KSP看的是这个平衡式 因为现在所有东西都混合在同一杯溶液中 那么一杯溶液就只会有一个固定的银离子浓度 达溶解平衡时 这两式的银离子浓度是相等的 可是我们知道KSP的值是不相等的 那就代表点离子浓度与绿离子浓度的值不会相等 并且点化银的KSP值比较小 所以点离子浓度应该比较小 B选项是错的 C选项要看硝酸跟钠离子还有钾离子 它们都是不形成沉淀的 香酸根是由0.1M1000毫升的销酸银提供 这样它的末数应该是0.1M乘1公升 对于0.1末 而如果容易混合之后 总体积应该是500毫升 加上500毫升 再加上1000毫升 对浓度是0.1末除以2000毫升 就是2公升 应该是0.05M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去计算钠离子浓度 由0.1M500毫升的点化钠提供 所以0.1乘以0.5公升 再除以总体积是2公升 钾离子是由氯化钾提供 也是0.1M 所以0.5公升 再除以总体积2公升 加起来是0.05 C选项是对的 C选项跟E选项要计算的是银离子浓度 银离子会形成沉淀 所以我们要先看看 形成沉淀的时候 到底消耗掉了多少银离子 由AGI的KSP比较小 而且呢 这两种沉淀物 它的KSP的表示法是相同的 所以可以判断说 AGI它的溶解度比较小 它应该会先沉淀出来 所以我们从AGI这边开始看 一开始我们在荣誉中 放入0.1M1公升的销酸银 会解离产生0.1M的银离子 还有0.1M500毫升的点化钠 可以提供0.05M的点离子 那因为现在向右反应的K值很小 就代表我们要向左反应 产生沉淀物 这个K值很大 几乎会完全反应 所以我们先把它全部都反应到左边去 就把所有的点离子消耗掉 这样银离子也是减0.05M 那我们银离子就还剩下0.05M 可以用来跟绿离子沉淀 对化钾0.1M500毫升 可以提供0.05M的绿离子 那就刚刚好跟这0.05M的银离子 完全反应 不过我们刚才把它全部向左反应 形成沉淀物 这个是为了计算方便 所以我们先完全向左反应 实际上呢 并不会完全消耗掉 因为实际上呢 K值再怎么想 它就是有一个值 所以代表呢 溶液中该是有很低很低浓度的 银离子 绿离子 还有电离子的存在 所以现在要考虑的是 点化银还有绿化银 同时溶解出来 它可以让溶液中产生多少的银离子 我们要再把这个反应向右进行 那我先改一下点化银这边 刚才因为跟绿离子沉淀 所以银离子已经完全消耗掉 应该是零末了 接下来要把它溶解出来 溶解度不晓得是多少 所以我就假设溶解的时候 会产生Xm的银离子 这边单位改用浓度 因为要使用平能常数 一定要浓度来算 也产生了Xm的点离子 绿化银溶解会产生Ym的银离子 产生Ym的绿离子 因为现在它们放在同一杯溶液中 一杯溶液就只会有一种银离子浓度 所以真正的银离子浓度 应该是点化银结出来的Xm 再加上绿化银结立出来的Ym 接下来就把它带进KSP的式子里面 点化银的KSP写成 银离子浓度乘以点离子浓度 所以应该是X加Y乘X 绿化银的KSP写成银离子浓度乘以绿离子浓度 所以是X加Y乘以Y 我们的目标是要把银离子浓度X加Y解出来 你们可以想想看应该对这两个式子 相加相减还是相乘相除 答案是选择相加比较方便 后面的X加Y乘以X 加上X加Y乘以Y 我们可以把前面括号里面这个X加Y提出来 那后面就会再乘上一个X加Y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找X加Y 就把等号左右两边都开根号 等于根号K-A-G-I加K-A-G-C-L 那这个就是因离子浓度 株选项是对的 这些的就是因离子浓度 是致上的 还要是什么 我可以让你去年纪的 是什么 我可以让你去年纪的 那这个就是 我可以让你去年纪的 那这个是什么 我可以跟你去年纪的